旺角的示威人士凌晨與警方爆發衝突 大批防暴警察用警棍將人群驅散 聚集的人士凌晨12時半左右一起衝向警方防線 防暴警察隨即一湧而上 揮動警棍及施放胡椒噴霧將人群驅散 有市民受傷 多個人被捕 現場是西洋蔡南街近阿佳路街的路口 聚集的群眾想衝擊警方防線 霸佔阿佳路街多次與警員爆發衝突 並向警員釘雜物 對視近一小時 警方多次警告後正式展開驅散行動